台股连两天休市 香港股市被外媒形容 迎来新一波的投机狂潮 外媒彭博社报导 中共当局日前要求 抑制房市下滑 北京跟随其他一线城市 放松购房限制 让中国房地产开发商的 股价是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上涨 当中包括一些已经出现 债券违约的开发商 像是世贸集团跟 融创中国等都涨了200%以上 但是报导引述分析师看法指出 中国房地产行业的根本问题 需求难以拉抬 导致增长低于目标